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王淑旺的名字在珊珊的口中彻底是横竖横了 虽说咱这上海话还不太溜 不过上海女孩的作珊珊倒是把握得很不错 采访时郑凯直呼珊珊在戏里 那可是作天作地作到爆炸的程度 我们戏里真的是作梯作地 就是作到爆炸了都已经 但是这个戏我觉得很可爱 这个让大家看了说 我觉得上海女孩真的是又作又可爱 然后身边有没有演到时候 就是觉得自己都觉得我怎么那么作呢 太作了 我们经常会这样觉得 为什么这个女孩怎么作成这样 就一言不合就翻脸 说到这爷们珊珊也是大赞 郑凯平时和戏里都特别爷们 看来倒是挺打动到珊珊的嘛 那到底郑凯都做了哪些爷们的事情呢 等等 这回答似乎暴露出你们两个原来还都是吃货呀 最爷们的事就是 他吃胖了也要拉着我一起吃胖 然后他特别仗义的是 没关系珊珊 我吃的更胖一点会显得你脸小一些 就特别的大度爷们 就是说拍完戏之后 两个人就是会一起吃晚上聚餐之类的 没有很少 没有时间很累 对因为来了上海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 每天就是 而且他又是一个这种古北人 无辣不欢 每天现场就摆着鸭脖子 什么辣条啊 辣牛肉啊 有那些东西 点午餐都要点一些什么麻辣烫啊 麻辣香锅啊 然后就咱俩一块吃胖 对啊 他口头传就是什么可怕的湖北民族 对 所以说我说没事你吃胖没事 我吃的更胖一点 显得你瘦点 对 此外F4成员朱孝天的加盟也是备受关注 作为其婚后的第一部作品 孝天也是倾出了极大的心血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本身还是蛮贴切 对我的经历来说是蛮贴切的 因为事实上当我接到腰约的时候 我才刚刚新婚没有多久 对这是你婚后接的第一部电视剧 对我本来是打算拒绝的 因为我正想跟我老婆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但是呢导演就非常有诚意的飞到北京 然后我跟王老师在中间又通过一字画 再加上我老婆的这个强烈建议下 然后我就接了这个角色 当时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心里有点排斥 就觉得说好像总是演一样的东西 然后有一点疲乏了 但是后来我仔细读了剧本 然后再进了组以后呢 我自己慢慢慢慢 其实能够体会到这个角色 跟我以前演的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在里面其实这个角色 能说是比我以前演过所有角色 都要有深度 然后我就在这样子的环境下 不断地激励自己 那我一定要把这戏演好 我不能辜负夏导跟王老师对我的厚爱 能和朱孝天一起合作 郑凯和袁珊珊也都大方表示 自己从小都是看着流行花园长大的 这次可以和偶像合作真的很荣幸哦 我们把这个梗其实想要用到系列 也用了 你在片场跟他说他有什么反应 没啥反应 习惯了 我们有时候不太好意思提这个事 总觉得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提 但是他其实很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演艺之路 我觉得这是他其实是我的偶像 我们当然是看着 大家的偶像 看着F4流行花园长大 所以直到今日能够跟他一起演习 我觉得也是我们的荣幸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多小时候的偶像都合作到了 真的 以前最早就是林志颖啊 后来游德华啊 后来又到笑天啊或什么的 我发现哎呦 小时候的偶像原来 离我们也不是很远 慢慢慢慢的也拉近的距离 期待你和你的偶像们一起好好表个戏呢 上海报道 下车